教育局询问30岁的杨姓生母时 他说孩子会到校上课 不过现在面对案件 他却避而不谈 社会局发现家属曾经领过男婴 领到两岁的育儿津贴 不排除是有诈领的嫌疑 而警方在上山搜寻男婴的遗体之前 特别先到土地公庙拜拜 当时31岁的黄姓生父也到场 冥冥之中似乎有了神明的帮忙 戳破这对狠心父母的谎言 新北山重庆因案 30岁杨姓生母面对案件避而不谈 不过他明知小孩早在六年前 就已经死亡 在今年五月还办理小姨姓生 线上报到涉嫌未找文书 整起事件伊甸满满新北市社会局也证实家属有请领过男婴 零到两岁的育儿津贴 不排除有诈领嫌疑 据了解男婴的生父生母在106年11月生下男婴 并在107年4月结婚 108年12月离婚 这对夫妻两总共生下四个孩子死亡的男婴排行第二 上面还有一个哥哥 都是在父母亲未婚前生下 而婚后夫妻两又生小两个弟弟 三重警方带着这个黄姓生父来寻找男婴的时候呢 就在这个基隆市的这个大甘林土地公庙呢 是先来拜拜 那从稍找那个警方提供的画面 可以看到呢 这个黄姓生父是站在最前面 穿黑色外套 还有穿着这个蓝色的假早托 是站在那个警方的最前面 而且跟警方一起来进行拜拜 那没多久之后呢 这个警方跟这个黄姓生父 就在这个庙附近的这个山林里面 是找到了这个男婴的尸体 有了神明的帮忙 冥冥之中也戳破了这对狠心父母的谎言 记得中文报道